好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在这个今天会跟大家来进行一下 那个女人的心事 好那会请到赖方玉赖律师 当然有很多人说赖律师很久没有来了 当然我们很多的来宾 当然有他自己的工作 有开庭有自己的工作 那当然好自己在尽量 每个月都会在我们安排的时间 那么跟我们的朋友们 不管是空中见面或者直播上见面 不过最近真的很忙 那他今天会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然后我们待会也会有直播 所以可以听我们的广播 也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好久不见的小玉律师 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最近很多人都在聊一种新的婚姻的样貌 有八种有八种 感觉上 你看完以后你会觉得婚姻好像不像以前我们讲的 就是洗手一生共同努力 现在比较像合作事业 你找一个partner 找一个合伙人 然后一起干大事 大概是这个概念而已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 这个新的婚姻组成的一些倡议 比方说男生也不用出这个聘金了 女生也不用出嫁妆 其实我蛮赞同的 那也有人说只要公正就好了 不要举行结婚仪式 我这个也赞同 但有人讲说买房买车 个人出一半 或者说生两个小孩 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 又或者说各种开销AA制 然后父母各自养 谁的父母谁养 然后绝对不跟任何一方的父母住 这些都已经变成新的这个婚姻的一个样貌 那另外还有说说逢天过节 你回你家 我回我家 个人回个人的家 听起来觉得 这是一个新型的婚姻吗 感觉上婚姻大家都会知道是一辈子 但是是两家人的事 有时候人家觉得说 你嫁人不是只有嫁给一个人 你几乎是嫁给一大家子的 那你跟这一大家子呢 因为法律的关系 然后有了这个亲情的关系 那怎么去维护 过去我们可能也有花很多的时间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过 可是呢 他们其实是跟我们最亲近的陌生人 很多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感觉 最亲近的陌生人 怎么说呢 没有血缘关系 是因为法律的一个结合 那甚至因为没有血缘关系 那在相处的时候 如果讲了一句话 往心里去的话 哇 这又导致了 这心里的一个不舒服 甚至家庭 这个讨论 甚至是一些风波 那可是你从这形态当中 你会看到一个问题 也就是金钱的因素 其实一直有 有这些影子在里面 好 那金钱还是主导婚姻关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 非常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关键因素 所以我们待会也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些新的一个样貌 然后呢 这有没有哪一些的优缺点 那另外呢 当然也不会沿着跟大家提一提 因为我们刚刚提了这种这几种 其实都跟经济有很大的关联性 都跟金钱的一个使用 有很大的关联性 那这些当然是考虑的重点 那小玉律师怎么看 我怎么看 我们待会都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我们大概在分析完股市之后 那么就会有直播 所以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听我们的广播啦 那也可以来看看直播啦 因为可能也很久不见他了 那他还跟我透露说 这个月要跟你改时间 下个月也要跟你改时间 因为人家要去西班牙玩了 我竟然把它透露出来了 好 那所以我们待会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直播 然后来聊聊女性最关注的议题 好 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我很期待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 一下下楼 今天的本日之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一家电动车公司啊 不得了啊 他在上市那一天 股价就飙了 快三倍了 百分之两百七十啊 这标的这个涨幅呢 吓死人了 他的创办人呢 净值也暴增了三百九十亿的美元 很了不起 那其实越南这家电动车的新创公司呢 还在赔钱 还在亏损的一个状况 可是呢 他这个股价呢 这个一上市之后呢 就受到大家的关注 当然跟他之前有收购一家公司 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那么现在 Bloomberg的亿万富豪指数当中呢 这一家电动车公司的老板 越南的首富 他的净值也就增加了三百九十亿元 然后已经 他的总资产有四百四十三亿的美元 你看有多大 好 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啊 好 天气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哦 今天雨真的超大的 超大的 我今天早上其实是在LINE这边录影啊 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 哇 雨就非常非常的一个大 那我们现在看到气象局的一个资料 气象局在早上九点零二分的时候 就已经针对桃园市台北市新北市新竹县 发布大雨及时的这个讯息 那希望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了 那一直持续到十点半 其实我出门的时间 哇 雨势正大 然后我到中广的路上 哇 雨也超大的 总觉得好像雨都没有这个停销过 然后车子很难叫 车子真的还蛮难叫的 那现在有看到了这个气象局的资料 说受到这个低压带的影响 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 那今天新竹以北的地区 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那另外空旷地区 还有一些比较这个地方 可能要留意一下雷急跟强震风 好像这几天啊 我记得好像礼拜一就跟大家分享过了 这几天的一个天气都是极端不稳定的 那都会有下雨的状况 雨伞要带 那另外就是一阵下雨之后 温度也就会低一点了 这也是要留意一下衣物的一个添加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 就是上市公司上半年的税前净利 有42.17%是衰退的 那当然包括了航运业 半导体业 塑胶工业 都是比2022年同期是衰退的 那主要是受到国际情势的一个影响 当然终端的需求不准了 那也造成了 这个大家好像信心不太够 那整个上半年业绩其实还不错 但是呢 税前净利看起来的成绩单是不太好 不过证交所讲了 上市公司当中还是有309家的公司 是逆势成长的 包括成长比较大的产业呢 是观光业啦 汽车工业 还有通信网路这个餐业 那这些通信网路业呢 都是因为受到这个获利成长啦 车市销售啦 整个5G啊 然后这些获利都有一些增加 那其他当然就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了 好 另外呢 就是这两天 其实我们也有跟大家提过 中国大陆这个房地产的一些危机啦 那现在呢 中国大陆人民银行无预警的就宣布了降息 那这就是大家可以猜到的 用降息来救经济 来救经济啦 那当然这件事情会不会对台湾有一些影响 的确是有的 我记得在看到这个中国房地产啊 中植系啊 还有碧桂园出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台股其实反应还蛮激烈的 还蛮激烈的 那目前我们现在有观察到一些资料 我们也跟大家分析一下就综合整理一下啦 就是一般人都会认为啦 就大陆的一个经济当然是靠房地产跟这个地方的一个建设啦 那因为它是比较控制型的经济 所以应该是能够拉得住 就算这个车子是失速的 但它是有这个力气把它拉住的啦 那有人提说大陆这一波的经济 当然是波及到金融的一个风暴 那当然对台湾金融面的冲击 其实是不大 是不大 因为也没有直接的一个影响 那尤其有人也讲了 两岸关系又不好 资金的管制又比较多一点 那就算你金融体系有踩雷 他们也认为就踩的不多 那如果说像三年前 国际啊社会啊都会认为台湾跟大陆比较近 那时候的冲击就会比较大 那这三年疫情拉开了 还有就是两岸关系一直也不太好 所以他们认为这一次反而受伤并没有 这个对台湾的影响啦 没有很大 没有很大 好但是呢也有看到一些这个讯息啊 很多人也很关注啊 就是到底这个降息之后 降息之后能不能够把这个复苏慢慢的拉起来 那当然现在也要看一些后续啦 也就是说那对于刚讲的一些这个产业 有没有一些冲击跟影响 特别台湾的一个传统产业 冲击会不会比较大一点 你说金融没踩雷嘛 那其他的呢 关键性的零组件 或者是台湾的一些传统业者 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那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一下 好另外是我们昨天才讲啊 就是台湾虎航啊 哇在那个创新版挂牌之后呢 哇表现的不错 可是蜜月行情呢 只有一天 好只有一天 那么今天就有开低 然后要贯到跌停的状况 但也跌破了成销价了 那整个创新版的个股成交量 它是冠军 也就是很多人都在里面了 那台湾虎算是台湾第一家 就是政筑所创新版挂牌的一个航空公司 那因为解封之后疫情解封 然后题材蛮多的 好所以很多人也看好它的后事 但没有想到就是今天的盘中就大跌了 不过你对照 对照今天长荣华航也是下跌的 那星宇也是开高走低的 然后之后翻黑的 整个市场的一个乐观的气氛 其实还蛮薄弱的 好另外跟AI有关一个新 我今天看都吓一跳了 这Chair的GPT呢 每天要烧两千万元 那OpenAI听说 快要破产了 快要破产了 那不是他刚刚萌芽了吗 那现在又要破产了 所以你看AI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大家短线的这个消息 真的要多留意一下 好一点半了 看看台湾的表现 那么台湾目前是下跌71点的 那当然最近大家听到的比较多的 都说AI这个完蛋了 那不然就是AI复活了 那今天其实有一点AI复活的感觉了 好今天的排名要做怎么样的观察呢 我们要连线的是运达投过的副总高 县荣高副总 副总好 好云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其实这两天我们大家都很关注两个问题 第一个当然就是AI死了 或者AI反攻 或者AI复活了 或者是半年线守住 大概 大家关注的一流就这几个 是不是最近都会是这样 好那第一个 我们就先来谈谈AI的部分 的确现在市场上就是两派在那边激烈论战 第一派就是认为说 因为AI现在产业才刚开始 明年后年他们的获利才会真正有大爆发 所以既然明年后年获利才会出来 现在股价应该才是刚开始 涨势应该还没有完 所以应该是继续买不用怕 当然另外一派就是觉得 已经涨很多了 所以这地方追高风险会很大 那这个部分我们先谈一谈 这地方其实股价的一个历史经验 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 第一个我们讲过 这一波的AI跟两年前的航运 还有这个五年前的被动元件很像 可是你去想想 航运股跟被动元件的这个国具 当时的股价是在这个获利最高的时候 才开始反转下来吗 没有哦 像阳明2021年7月份 涨到234块之后 这个是在2021年的第二季 可是看到说 2023年第一季的获利 还在继续成长 一片是从10块 又增加到17块 也就是它的获利还没有成长完 可是股价当时发生一件事 大股东台行开始申报转让一万多张 股价就开始反转 等到获利达到高峰的时候 已经从234块 跌到最低剩下80几块了 那国具也有类似的状况 但在五年前2018年7月 涨到最高1310块 那时候是大股东 然后千斗娘申报转让一万多张 股价就开始从1000多块反转下来 那等到这个11月公布了第三季的财报 EPS又大幅度成长到34块 获利还在持续成长 可是股价已经从1300跌到290 这个1000块不见了 所以这里面两件事情就会发现 第一个股价走势常常是领先基本面 它不但会提前反映未来的获利 同时第二个也会提前见到股价高点 然后反转下杀 那第二个就是之前提醒过大家 如果连大股东都觉得涨多了太贵的时候 这时候就不要想说要长期投资 不小心就可能给长期套劳 所以我是觉得AI当然现在正红正热 要抢进可以 但是你不要说现在才要长期投资 就是短进短出 有赚当然可以走 但是这个地方万一不对 随时的听损听力定好 这要是下去我们所说的盘中满手 赚了这种盘后空手高枕无忧的当冲 可能是这个阶段 你想操作AI股最好的策略了 哪有这么容易啊 吃了一些技术 对你看一天大跌 然后小涨 今天还不就跌了 你看昨天跌 昨天涨61点 你看现在不就跌回去 尾盘居然这个最后一笔拉升上来 我今天是胎子期在结算了 所以有点就拉高上了这个现象 那不过想要胎子期也注意到 上次五月份的时候 胎子期接赚钱 还记得外资曾经单日大买 旗子一万多口 哇当时指数在 也这个一万三千点附近 这个一万五千多 还没突破一万六的时候 我们说这地方外资 有一种大动作凸现 通常就会有一波行情 后来果然在这地方 六月份一直到这个 桩五节前一波的提拉上去 涨了这个涨了一千多点 可是呢前两天也看到 外资转旗子单日大买了九千多口 在旗子结算前一种动作 也是不寻常 所以说如果今天结算 然后外资转仓到九月份合约 开始又是转空偏空操作的话 就比较小心 会不会像我们之前所讲的 七八月你要报多点现金在手上 到时候端午节九月底的时候 这个之前可能就会 过这个拉回 在外资转空 所以接下来这种外资的动作 我觉得接下来 他特别来做留意小心了 有有有尾盘就是拉台积电 对 很明显很明显 哇拉了63点 对 花两百多亿来拉 算得很精准 算得很精准 所以未来我们怎么看这个 利多利空 现在看起来你看 那个警戏对策讯号灯也不好 对不对 然后外销这个接单也不好 其实这坏消息还蛮多的 好的 那当然这地方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 美国的一个部分FED 那像昨天又公布出来 美国的零售销售数字是很好的 可是很好的情况 大家反而担心说 会不会这个美国FED 又要开始这个再度的升息 因为经济好 就代表说通膨在增加 所以美股反而在经济数据好的时候 反转下杀 那反而每次这个经济数据不好 美股反而跌不下去 不过最近来看的话 我倒是觉得说 美国这地方暂时还没有所谓降息的一个动作 这代表说 美国FED至少认为 第一个 目前景气没有太大的一个反转疑虑 是硬着陆的现象 第二个 金融体系也还很健康 所以它并不需要 所以做一个大幅度降息的状况 那我觉得这个对美国股市来讲 还算是比较有利的 那当然这个地方如果说 美股撑得住台股指数的部分 虽然高档A已经有这地方 技术面回档的危机 但如果美股跌不下去 好像也就撑在这里 继续来回回高档震荡 那各股轮动速度会很快就是了 你看前阵子大家去追逐的 什么军工概念股啦 这个观光类股啦 最近指数其实也没有跌很凶啦 但是很多股票都已经 早就在六七月间到高点反转下沙 那现在又跑去追AI 会不会这地方 到时候这指数还在高档震荡 又套在AI里面 我觉得这个点倒是在 美股轮动速度 这个很快的情况之下 投资跑到特别小心的地方 那另外金融股啦 金融股大家都会认为说 其实也还蛮安的 那最近还是有人杀下来 是不是因为也跟什么 这个大陆有关 但是有人讲说 我们两岸关系又不好 对不对 就算有曝险 其实好像也不多 好像也没看到这样的消息 好的 最近大家就在讨论的是 碧桂园现在这地方 爆发这个连环的财务危机事件 那当然如果纯粹 从碧桂园的一个这个状况来看 国内的银行业或者是相关的金融体系 去投资碧桂园 比率真的不算蛮低 但是比较担心的是 会不会它只是刚刚开始 后面有一连串的地方 这个刮吧长一样的地方爆出来 所以有种不确定因素 在里面的情况之下 金融股在这个还没有厘清状况之前 都会比较弱势 我想原因会在这个地方 哦 了解了解 好 非常谢谢我们运达投资的副总 高县荣 高副总 跟大家做提醒的分析 谢谢副总 谢谢 好 我们看到 刚刚加权股价指数已经收盘了 那么指数在尾盘的时候 有往上拉 所以中场的加权股价指数 是收在16446.78点 那么只有下跌8.02点 因为尾盘急了 好 成交金额是3274.01亿元 好 欢迎欢迎理财 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好好跟大家聊聊女人心事 这个想要看小玉律师的话 现在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除了听广播之外 可以看我们中网流行网官网的脸书直播 也可以看我们中网流行网的YouTube官网直播 也可以看我们中网流行网的 理财生活通官网直播 好 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绿洲联合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 赖方玉 小玉律师好 玉芬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 你这口气好长啊 没想到没喝咖啡 气还这么长 哎呦 不错不错 就是看到你还是貌美如花 哎呦 今天刚好有打扮 漂亮漂亮 好像有录影嘛 就会比较好看一点 平常我也是这样 没有羞耻心的 他在讲我没有羞耻心 你人真美 我讲真的 哦 怎么说 你真的蛮吃香 而且蛮上向的 脸小小的 对对对 真的就算你素颜 其实很好看 真的哦 你大部分时间其实是素颜的 对 我大部分时间 今天也是 因为早上我们刚好 跟儿少群新会的伙伴在开会嘛 然后也就想要说知道 觉得可以为社会大众 还有最主要对创伤的人 多做什么 然后就发现外面 就是盼盼的大雨 说我叫不到车 我就来了气喘了 就完全 你知道所以我现在 如果大家有看直播 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素颜 对 其实素颜很好看啊 不信大家来回答一下 这个赖方玉素颜 怎样一下 又要做 对啊 我觉得 能够很自在做自己 都是很幸福的事了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真的 对啊 我有时候真的 人家就跟我讲说 你没有羞耻心 我说啊 就这样啊 不然怎样 不过我真的有时候觉得 你没什么羞耻心 哈哈哈哈 有时候 他头发不染 他头发不染 就有个布丁的 那个布丁头发 对对对 他也是如此的自在 在画面上 对啊 然后 这个人 没有装就没有装 要办怎样 不然怎样 你杀了我吧 好了 但韵芬好漂亮 他的侧脸最漂亮 对 有人这样讲过 真的真的 因为他没有双下巴 很特别 还好我的下巴比较尖一点 不然我什么都是圆的 不然陈丽清也一直嫌弃我 陈丽清就没嫌弃过你 哦 丽清老师啊 他就没嫌弃过你 他就嫌弃过我 哦 因为他最爱你 就是爱之生 哲之气啊 对啊 这就是这样啊 怎样你今天到底要聊什么 我跟妳讲 我觉得聊这个 真的是很冲击 而且我跟你讲 今天你看 有少男少女 都坐到我们对面了 那些少男少女 其实都不太会出现的 今天就想要听赖方玉 赖律师 小玉律师 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 这叫新型的婚姻 你我都是经历传统婚姻嘛 是啊 是啊 还在嘛 婚姻还在 对对对 婚姻还在 我现在很辛苦啊 苦不堪言啊 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 也就是说上一代的婚姻 过得很辛苦的话 对于下一代的新型 类型的婚姻 就可能会有不同的想象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嘛 我的上一代 更上一代 就我的父母亲那一代 对于婚姻是更传统 也更刻板印象 那这个男尊女卑 或男外女内的 这种婚姻结构 是相当清晰的 那孩子要多子多孙 所以我的上一上代 大概我的父母亲 都有十个兄弟姐妹 当然我想听众朋友 我觉得孕芬的节目的 听众朋友 大概也都类似的经验 然后一直到四个 就是我们的上一代 就是我的手足 就可能是四个 然后到后来 政府在这个子女的方案里 每天两个 一男一女 两个刚好恰恰好 所以到了我们这一代之后 你会发现两个或一个 会变成这个 我们这时候的这个婚姻形态 家庭形态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 新兴形态的家的概念 就是不婚不生 不子不女的 就是说 这个很明显的 大家对于婚姻这件事情 有了另外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的家庭形态 已经变成不婚不生的单身 或无子无女的一个 家庭的类型化 那这件事情到底会怎么样 冲撞我们的状态 你至少会看到 离婚率高 单身率高 单身三个人就有一个 你也会看到少子化现象 这个都会是 台湾在目前的一个 婚姻类型里 你会看到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这有帮大家整理一下 这在网路上搜寻到的 就是有几个新型的婚姻样貌 我们来看看你认不认同 或你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男方 也不出彩礼 然后女方也不出嫁妆了 我觉得这还蛮合理的 你结婚的时候 男生有出那个吗 我们那一代吗 有啊 但是没有收吧 没有收了 我们那时候还有大聘小聘 大概人家是说收小聘 大聘会退 以前我们不是谈过 有人大聘就直接收了 有啊 就偷偷收了 然后就翻脸了 就翻脸了 就翻脸了 对 那我觉得就说 如果不出聘金 然后女生也不付嫁妆 我觉得OK 就算说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我们是跑 跟年轻人比我们 可能是上个年代的人 你有付嫁妆吗 我没有 嫁妆一牛车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说实在 我偷偷说我妈妈其实有贴钱 让我去买一些什么家具啊 什么的 哦 我们这时候 我们这个年代啦 就是从礼金里面去找补 就是那个收礼 有没有 哦 对 那收了礼金 然后女方的 亲友的那个礼金 就是给女儿们 对对对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是这样 我们家也是 那你至于说那个 那个嫁妆 就是你会看到 好像什么12礼 是吧 你们那时候是12礼 对12礼 什么西装啊 什么帽子啊 还有帽子啊 还有袜子 鞋子 我都不记得 我真的不记得 对啊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有大聘小聘 然后要记得收小聘 不收大聘 但是娘家 就是父母亲都会说 那个小聘 就是要给女儿的 所以 只是回的礼 是什么 大部分上 就好像比较看不到 回的礼是什么 我真的会不记得 不说实在 真的好像女生都会 就是妈妈都会给女生 好像男生好像就没有 好 如果这一项 我觉得合理 我觉得我们也认同 但是新兴的这个 这是新兴的 这是新兴的 新兴人类 他们在做 那你们的那个结婚照 他们同意啊 结婚照谁付 这是一个问题啊 你们四个人回答我 你们这边现场 四个人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持续 待会要那个 世代对话一下 因为我们有叫 几个年轻人进来一下 然后我们来谈谈 看到底怎么样来 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想的 好 这个有人讲说 都在摄影基地拍 有人也是在 虎头山的中列磁拍 有人在自来水博物馆 有人在台湾省议会拍 有人在棚内拍 不外拍 好轻松啊 好 如果要拍那个 结婚照的话 要不要拍结婚照 这件事情啊 年轻人怎么 怎么怎么看待啊 那个 我们现在赶快来 那个setting一下 我们知道 我们叫世代对话 然后你讲 你说你儿子结婚的话 你会什么 你会怎么做 其实我随便他 他如果公正了 然后说不要请客 我也随便他 因为现在我跟你讲 现在要赚钱蛮难的 以前说实在 你会想要艳客 因为还有机会赚一点 然后我妈妈是把那种 就是女方收的钱都给我 但五夫家没有给我们 因为你知道那个艳客 我以前发现艳客就是这样 你只要是世纪大婚礼 就是你到九点才可以开戏 我对于那个艳客的过程 我真的受不了 对 真的受不了 就是你从一大早四点 就要出来 起来化那个新娘装 真的受不了 然后呢 化了新娘装之后呢 你要再 等着所有的这个 当然父母双方家长啦 然后又有什么 什么地方士生啊 然后看起来 每个都很厉害的人啊 就出来就开始 讲很多话啊 然后再加上 你就不知道 到底是谁要结婚啊 是我们要结婚呢 还是我的爸妈要结婚呢 我现在觉得有那种 那个中王理财赢的感觉啦 有三位小朋友 进来我们节目现场啦 先讲一下你们几岁 我二十五 我二四 二一 好年轻啊 比我们两个小孩都小啊 就阿姆啦 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第一个 拍结婚照这件事情 我们女生先讲好了 我吗 如果说你要想要拍结婚照 你会不会去巴黎啊 或去意大利啊 米兰啊 或去哪里拍一个 浪漫绝美的婚纱照 我觉得用绿幕就可以搞定这一切了 绿幕 对 那你没有仪式感的感觉吗 没关系 之后秘业旅行的时候再去 所以你们不在乎那个毕业照 你们不在乎结婚照 你们不在乎结婚照吗 还好耶 为什么 我觉得可以用底片相机拍 那种复古感就可以了 男生也觉得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不用拍 甚至不用拍 觉得可以不用拍 万一到时候离婚怎么办 不要浪费钱 我们现在也很烦 本来我们结婚照都挂在那个 床床前 然后一起床就觉得好美啊 就觉得自己像林青霞 可是过了十年以后 小孩就问说 妈妈那个女的是谁 她也不知道那是你妈 后来再过十年过去之后 就好讨厌旁边那个人 然后再过几年就把她拿下来 然后再过几年就把她背后 然后再几年就拿柴批了 那你的结婚照现在放在哪里 批了 批了 所以墙上已经没了是吗 对没有没有 墙上真的没了 真的没有啦 你们还挂在啊 还挂在 因为拿下来也不知道放在哪里 真的不知道放在哪里 真的不知道放在哪里 然后我一个娘家本 那时候你知道吗 挑二十组三十组的照片 我们就挑不完 因为女生当然我会想要多挑几组 觉得自己的照片怎么可以就销毁掉 所以可是我们知道一组就要加多少钱 对 所以你知道我们那时候要拍个婚纱照 这样都要花上多少钱 十万块 要要要十万 要要要 我们那个年代的十万 我是中山北路非常有名的一家婚纱店 非常有名 多少钱 二十万 差不多十十几万 那框不是也要另外算吗 框另外算钱 天啊 然后我还有那个叫什么 有一种可以底片可以这样散的 那个叫什么 投影片 那叫投影片 那叫半灯片 小时候叫半灯片 小时候叫她们没见过 她们没见过 她们没见过 好不好 没有啦 对叫幻灯片 我们那时候我也有稍微好一点 幻灯片还有看起来是立体感 很棒耶 对啊 然后就一个娘家本一个大本 然后一个立体感的幻灯片 这二四二五了 二十一岁的会不会还有点浪漫的情怀 会不会想要拍一下 我是觉得底片相机是个蛮好的想法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喜欢玩复古 但又不用那么的正式 虽然说可能没有仪式感 可是我觉得中文是那个纪念的价值要有 对不起我可不可以发问 什么叫做底片相机是什么东西啊 底片相机就胶卷相机 胶卷相机 要冲洗 以前的这种 对对对 就拿那种来拍 因为现在还可以用电子档 所以讲真的也不一定要印出来 就是有拍就好 所以也不用胶卷对不对 还是需要 还是要 就是底片相机还是胶卷 底片相机你不知道吗 我真的不知道耶 就是有底片要去洗的那种啊 对对对 有胶卷的啊 就不是SIM卡的 但这真的有胶卷喔 有吗 然后去洗啊 要曝光我前还会洗照片啊 我知道我们这个年代都是这个 但我不知道新世代 现在有 还有照片 还是有一些人很喜欢那种风格 复古风 复古风格 因为它拍出来感觉跟数位的模样 对每个底片都有不同的色调 你看这样比起来的话 你看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比较花钱 我们要花十几万 你们不用吗 不用 一台可能就放个 一台几千多 这么便宜 然后一卷现在可能就三到六百都对 听众朋友 你们可能跟我们一样 就是我们有下一代要结婚的议题 所以我们这些爸爸妈妈们稍微知道一下 年轻人原来是这样子想的 不拍婚纱照 要不要那个请客 来三个讲 不请 请客 要请的话请少一点 不用扮到那种十几桌 对对 远房亲戚来也蛮尴尬 对有点尴尬 你阿姨我结婚都一百桌了 人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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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时候是想说收一点那个买房基金 以前结婚是可以赚钱的 如果这样子想的话 但现在很难了 现在很难了 现在很难 因为现在一桌钱其实非常的贵 会赔本对吧 会赔本对吧 所以你觉得呢十桌以内 对十桌以内 me too 我是倾向不办婚礼也不请客的 就是公正登记完之后 如果你双方家庭自己就是约出去吃个饭干嘛就好 然后亲朋好友 可能比较熟悉的朋友 自己也跟双方共同朋友大家吃个饭就好了 我怎么里面在爆笑 那边也有人好想参与 你怎么知道他在爆笑 太大声了 我们这一季隔街你们还笑这么大声是怎样 好棒啊 可是真的耶 就是说 但你不要有仪式的原因是什么 应该说 我觉得连要不要结婚 因为后面应该会讨论到 就是要不要结婚这件事 其实讲现在年轻人很多是 我只是男女朋友的身份 但我还是可以过着新婚同居 或是跟结婚没有差有多少的生活 但不想要完成法律上的婚婚 也许他多一层法律的保障 可是相对假设我像有自己的状况 那我家庭这边 可能不想让对方有压力 要负担多一点东西 那我们可能考虑不结婚会比较好 那他没有听你讲说结婚有结婚的好处 我也想不太出来 你不知道结婚可以分财产吗 可以合法的分财产吗 那很重要吗 那前提要对方有财产 那前提要对方有财产 他就是多一个法律的保障 重点是你离婚被分走一半 这个件事情比较难过吧 你拿走对方一半 我觉得比较多是 我的嫌疑被拿走 被拿走一半是比较难受的 我可以跟别人要一半 我觉得开心 可是我更怕的是我被分走 我跟妳讲 我们快要招架不住了 我们要不要号召 中广更老一点的人来进来一下 因为我们已经对抗不住 这三个年轻人了 他们留在我们脸书上的留言 让我们知道你们怎么回应 好 我们来看看 我们先休息一下